大家好,我是葛雷公寓的郁杰 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是影像乐转印水壶 我们所需要的是水壶,还有标签贴纸 还有我们的特殊转印纸,以及我们乐转滑墨水的印表机 制作水壶的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同学先设计好你的图稿 我们可以用手绘或是电子稿 如果你是手绘稿的话呢,我们会收回来帮你扫描进电子 然后如果你是电子稿的话,我们会直接帮你放在我们设定好的格式上面 那我们现在先在用电脑操作一次看看 首先我们会在一张A4,我们会设好一个红色框线 这样就是避免我们制作的时候从学检查比较方便 然后实际上水壶呈现的大小是20×11公分 然后我们就把图片置入到我们设定的范围内 至终放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这时候在列印之前要先反转过来 不然你的文字,如果有文字的话就会是颠倒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印了 等下我们列印好出来之后呢 你有看到我们旁边有个红色的框线 这是我们为了学生帮他设的框线 我们要剪裁到里面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要小心一点就是墨水还没干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摸到画面中间 会模糊到 然后我们就依着红线里面一点点剪掉 不要残留红线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啊,就算颜色会比较不鲜眼 是因为我们是所使用乐生帮墨水 所以一开始它颜色会比较灰 比较灰界一点 但是我们转印出来之后颜色会更鲜眼 然后我们把水红这样至终贴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是要贴横的,就是直的这样子 我们再拿标签贴纸贴上去 一定要直的贴哦 就是因为我们这样才不会烤出贴纸的痕迹来 贴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开关按钮按下去 我们的温度是设定180度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180度 我们就可以把水壶放进去 放好 这是标签位置的地方要对开口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合起来 然后按下绿色按钮 我们的杯子烤的时间是三分半 然后时间到它就会叫了 然后音乐响起之后我们就把绿色按钮按下 然后小心拿,因为那个水壶会很烫 所以我们要拿瓶盖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来检查看看 颜色就会非常的饱和 就跟刚刚的色階就不一样了 我们除了水壶之外呢 同等的原理还有马克背 然后他们制作原理一样 就是我们会把列印在热胜默水 列印出来的转音纸上面 只是马克背的尺寸 会跟水壶的尺寸不一样 它是19乘以8 然后我们机器就是这样放进去 跟水壶不同的是 它是要直的放进去这样靠进来 然后一样我们呢 原理就是180度 然后按下去开关 都跟刚刚水壶是一样的 然后这些器材呢 我们都可以免费借给学校使用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再下询我们